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近日看到疫情期间 很多雇主都在网上有说到 雇用中心这个行业 也听到一些声音 和意见 直至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一说 一般客人对雇用中心的三大误解 第一件事 就是很多雇主会想 雇用中心介绍的工人 快点断约才会多些生意 才会赚钱 实际不是这样的 因为现时雇用中心 很靠后备 提供 坊间已经很少 walk in call in 大部份雇主 第一件事 请工人一定会问身边的朋友 谁用得好 哪家公司有责任感 所以如果工人短期断约 这个雇主的介绍人 其实就会不敢再介绍 朋友去这个公司 换言之 朋友圈的生意 就会少了很多 另外工人那边 其实我们都看过工人 refer朋友 现时工人来源 不是靠菲律宾 或者印尼当地 去refer他们的工人 如果工人refer的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工人做得很好 他所refer的朋友 我们会看物以类罪 质素会比较好些 所以如果他介绍你的亲戚 向你很短时间断约的话 这班工人又会断约 我们所看的就是 如果你要选择好的工人 当然工人的区域够大 譬如你有8-200个 你选择一群工人 选择30-40个工人 其实你会选择好的东西 但如果你的区域很少 没有工人refer给你 你没有什么选择 你唯有在没有什么选择当中 再选择 质素会自然下降 所以我们很希望 其实工人和雇主之间 做得越长 对于我们的生意 才会有好的影响